这一次轮到33岁谭剑刺翻车了 长相思二离谱辣言 谭剑刺没完没了的玩油腻 网友扒出黑历史 跳芭蕾 全包眼线贴身热舞 无奈泪洒直播间 这是我的问题 改 观众们期待已久的长相思二终于上线了 特别是在第一季大受欢迎之后 第二季开播就吸引了众多观众的注意力 尽管已经上映了四天 这部剧的收视率依旧保持高位 仍然稳居第一 足见其受欢迎程度之高 小编浏览了网友们的评论后 大部分观众们对谭剑刺的演技 都是保持好的印象和感官 然而 就在如此好评如潮的网友评论中 找了一个最特别的一条 回首长相思二中小妖和赤水风龙结婚时 防风被小带小妖走 但内心不愿意的小妖僵持着身体不愿走时 谭剑刺走心的演技可以说是风神了 清晰地看到了谭剑刺 用仰头的姿势来遮盖了眼中的泪水后 防风被强装坚强拉小妖走的画面 又可怜又可悲 可怜的是 小妖虽然可以不用嫁给她不爱的赤水风龙了 但是她的名声也惊毁了 可悲的是 香柳再也不能用防风被的身份 光明正大的跟小妖玩耍 跟小妖吃饭畅聊 太虐了 说真的 就在小妖结婚的过程中 涂山景只是全程流泪 将如木头人一般 看着小妖拜堂成亲 整个画面实在有些窝囊和胆小如鼠 只不过 也可以说邓唯确实把涂山景的窝囊 无能 懦弱和胆怯真心演绎的入目三分 气得观众们如线疼呀 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尤其是看完邓唯和谭剑刺的演技后 只能说优语烈一目了然 咱就说此刻谭剑刺眼神中写满的讽刺 嘲笑和无视的自言 是不是释放出了你们心中对邓唯愤怒的心呢 看完谭剑刺和邓唯这一段的演技后 小编并没有从谭剑刺的脸上看到油腻二字 反而看到了走心的演技 认真钻研角色的状态 并且 有着实力派名头的杨子 还不如谭剑刺的演技呢 全程只能看到他哭 委屈的画面 属实有些虚伪呀 原来 香柳去抢亲的原因是涂山景秘密安排的 涂山景还真是把胆小如鼠的精髓拿捏得死死了 而心中有小妖的香柳 用他催动鼓虫发痛的画面 来逼小妖死心和不要透露防风被就是香柳的秘密 整体的姿势有些尬和娇小呀 值得一提的是 终于在长相思二中看到了杨子 脸上是有密密麻麻的皱纹 细纹和超级后眼带出现的画面 真心不容易呀 可惜的是 杨子表达疼痛感的表情和皱纹 与杨密表达的方式一模一样 不愧都是杨家人 并且 还能看到杨子用手指头凹凸美的姿势 来演绎出小妖胸口疼痛的画面 很是虚假和油腻 咱就说 为什么要虐观众 虐香柳 虐 枪玄 虐完土山景 又要给她一颗甜枣呢 还有天不怕地不怕 不怕凶狠 扼煞香柳的小妖 她竟然会怕外野的怒骂和审问 真是滑稽 不过 匆忙赶来的 枪玄把小妖藏在她身后那刻 她无声中的动作和神情 倒是把护犊子的精髓呈现得很完美 可惜的是 谭剑刺与张婉逸有着同样深情的眼神 然而这个盾牌终究护不住她油腻和做做的脸了 尤其是 香柳先洗手指头挥动那刻加自我虚假陶醉的画面 相当的尬 超级尬 但这 谭剑刺油腻的画面还没完呢 还有一句 请将我的眼弯去伤感的歌曲 被谭剑刺骷骷的脸呈现出来后 相当的辣眼 一眼就看到了谭剑刺 油腻缩嘴的姿势和闭眼销魂的画面 瞬间把杨子空洞的眼睛攀比了下去 还别说 谭剑刺缩嘴的姿势 与邓超 陈鹤油腻缩嘴的姿势有得一拼呀 没有谁最强 只有谁更烂 缘分的是 谭剑刺 邓超和陈鹤缩完嘴的姿势 把干边 苦黄瓜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了 然而 谭剑刺并没有听到观众们吐槽的心声 因为真情投入 自我感知良好的香柳 还是用一副闭眼享受的姿势 持续地苦刮脸 再拉观众们的眼睛 收手吧 谭剑刺 别再侮辱观众们的眼睛了 咱就说 谭剑刺弹琴就弹琴 有必要总是用类似兰花纸 做做销魂的动作 来展示香柳悲痛 感同身受的意境吗 属实画面有些油腻 评论区的网友们还讽刺说 这大概是为了在喜欢的人面前表现一下 结果没想到用力过猛 谭剑刺的油腻镜头被嘲笑得广为流传 连他本人也不得不出来回应 他在直播间回应了网友的质疑 让观众庆幸的是 他的态度很诚恳 他接受观众的评价 认可观众的吐槽 承认自己表演的不足 在这一点上 谭剑刺总比演艺圈里 此行不改的油腻派演员靠谱 其实这次不是谭剑刺第一次出圈了 早在列罪图鉴之后 小编就彻底被俘获了 可当小奶狗 也可以是病胶 破碎感直接拉满 正经营业的时候 还有点点像前男友车银 但谁能想到当初他还曾因颜值 被金星一句话下风杀令 攻击他火步了呢 为什么火步了 你这个鼻子就火步了 你这个眼角就火步了 还好最后谭剑刺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也让金星刮目相看了 金姐不仅对他十分赞赏 还感叹道 你可以演戏 但是别忘了你唱跳剧家 说到谭剑刺 就不能不提初代男团MIC MC男团 Made in China 寓意中国制造 是太和麦田2006年 从全国上百所演艺高校 面试两万多名男生 又历经四年的艰苦培训 在2010年推出的五人组合 对标日韩团体 打出哈韩哈日不如哈自己的旗号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太和麦田 与麦当纳布兰尼的编舞老师 Jesse Lee Santos合作 又专门聘用了国内舞台剧老师 北京现代舞团的首席舞者 对他们在声乐 形体 舞蹈 表演等方面进行培训 才有了后来全团Ace 实力拽乍天的MIC 发行专辑是成员一首包办词曲 自己当制作人 不给中间商赚差价的机会 现场全开卖是基本操作 上综艺拒绝假唱 直接把卖放地上 出道才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就参加了五场地方卫视的跨年演唱会 与周杰伦 韩庚共同代言中国移动动感地带 和FX组合共同代言LG棒棒糖手机 2011年以MI系男团为原型的漫画 MI系男团在知音漫刻上连载 更是火遍大江南北 就连王嘉尔也疯狂撇过他们 红吗 红 只不过是虚红 根本没出圈 2012年 MIPIC男团的引路人宋柯 丢下一句唱片以死 转行卖考鸭去了 同年 EXO推出首章 迷你专辑 妈妈正式出道 寒流席卷而来 美式流行路线的MI 新男团被内地娱乐市场忽略 慢慢胡浪 2014年开启了单飞不解散的模式 音乐咖谭剑刺 也把重心放在了演戏上 其实谭剑刺16岁就演过戏 那惠子还搭档的大咖莫文卫 陈奕迅 可那时候的他演戏 根本谈不上有演技 全靠导演和周围塑造 再加上身高174 形象不是惊鸿一别的类型 偶像转演员这条路 他走得十分不顺畅 面试50个剧组 至少有49个说不行 甚至因此有了面试恐惧症 好不容易进组了 觉得演得不好提出建议 还被导演对世人不对 冷得不行 避个寒 又被骂傻大牌 索性在客串的戏中 有不少还是不错 给了他磨练的机会 直到参加了 我就是演员 谭剑刺板的陈峰 平凡 真挚 无奈都完美演绎 仿佛陈峰就是他自己 陈峰的经历就是他的人生 徐征监制的电影《宠爱》 邀请了谭剑刺出演 《烈罪图鉴》的编剧 也是从我就是演员 看到了谭剑刺的潜力 毫不意外的 他出圈了 内娱明星出圈 没一个逃得过考古 谭剑刺的黑量也被抖了出来 还不再重复的 卖螺丝粉 猛男跳芭蕾 模仿猩猩 结果哭当烈 只能交叉腿战力 全包眼线 加10厘米增高发型 油腻贴身热舞 当然了 一起被挖的 还有某些高光时刻 比如追光吧哥哥 公演一个比一个绝 和中楚西的合作舞台 还上演了魅惑的口红纱 杨幂一个不认识他的人 都选择了 为他光光撞大墙 投上一票 希望他该睡的睡 不该睡的不睡 然后一直红 感谢观看